11月4日由张元指导的电影《有种》在北京举行了媒体专场首映会 虽然曾有1993年作品《北京杂种》被禁播的历史 但导演张元的新片《有种》依然再次大胆触碰青春题材 演绎了北漂义俗的《倔强青春》 该片女主角李西云扮演的柚子一角有着王妃出道时的影子 敢爱敢恨热爱音乐 却也为了音乐梦想受过很多挫折 首映会当天张元也具体地阐述了自己的这一说法 我在拍《北京杂种》的时候 那个斗威的时候还和王妃在一起 王妃呢就是经常到现场来看 看我们拍摄 那时候我王妃和现在不一样 还也真的年轻也很高 很冷艳 当然王妃是邓丽君之后最美的歌手 那我觉得他 纳音这几个最美的歌手 可是今天我们看这些人已经成长了 包括用天后来形容这个人 那那个时候他也是一个孩子出生 也是走过他自己的不断的历程 今天我觉得柚子一样啊 你说到今天这些所有 除了王妃后面的海豚英的张亮影 所有这些人不都是一步步走过来的吗 都是一步步走 我觉得柚子就是他们的影子 毫无疑问 正如张源导演所说 王妃对于她来说就是身边的人和事 把身边的点点滴滴记录在电影里 是她的创作习惯 但网上也有网友质疑张源 借王妃来炒作提高票房 对此张源毫不在意 觉得这个负面是挺好的 挺好的 这个是不好的 对啊 事实上就是王妃 我觉得他还有邓丽君的影子 就说是王妃 我觉得他肯定也挺高兴 值得一提的是 不久前刚在东京电影节上 凭借警察日记荣获影帝的王景春 也在电影《有种》中有精彩演出 一贯以好男人角色 活跃于荧幕的警察专业户王景春 此番在《有种》中 一秒便阴险猥琢大叔 刚刚斩获大奖的王景春坦言 获奖之后生活并没有太大改变 却意外收到同班同学陆毅的微信祝福 之前一时看着陆毅大红大紫 如今获奖的王景春 也算是古今刚来了 对 我获奖的当时 没多长时间嘛 他就发微信给我了 发了微信给我 原来我祝贺了 我们同学关系都很好 其实我以前考技术学院的时候 他们说哎呦 他们怎么招了这么一个形象的来了 招他上戏比暗戏戏 我看见我们班都是像陆毅那样的帅哥 当时我就觉得 反正这个人嘛 这个演员 你是各种各样的表演都是应该有的 所以说 你就不应该在乎这个形象的问题 当然我毕业以后 正是这个偶像剧风靡的时候 所以说我 我看见他们那些成功 我觉得特别特别的高兴 我是为何没他们高兴 我相信现在突然这个 丑心当道的时候 他们也会为我高兴呢 王景春此次在东京加冕 是继张艺谋 牛振华 朱旭 王倩元后 中国演员第五次获得东京电影集影帝 但除去张艺谋因导演身份受瞩目外 其他三位曾获奖的演员 现在发展依然是不温不火 并没有因为获奖后就名声大振 大红大紫 对此王景春表示 能拍戏就已经很开心了 没把自己当作明星 只把自己当作演员 我觉得能演自己喜欢的戏 能演自己所扮演的人物 那就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情 就是你把工作当作你 就你把你的乐趣当作你 当作你的工作 就是一件特别快乐的事 我现在很快乐